马华在过去多年 面对他人贴上是巫统的应声虫 以及背叛华社的标签 严重影响选民对老牌政党的印象 马华总会长拿杜斯利·魏嘉祥指出 即便如此 党依然坚持以中庸的原则 扮演促进和谐的重要角色 在消费税课题上 他也坚持马华的立场 要求政府以人民利益为重 重启消费税 以作为国家收入来源之一 魏嘉祥在今天早上的马华公会 第71届中央代表大会上指出 从上世纪70年代起 因为马华选择和巫统合作 维护多元 党就一直被他人污蔑 甚至被标上 背叛华社、汉奸、卖华的重党 指责马华作为滑稽重党 并没有维护华人的权益 他说种种的恶意言论 也植入华人的思维当中 并在2008年达到顶峰 甚至影响了国阵在大选的成绩 面对各种不公的指责 马华并没有选择极端路线 反而选择通过中庸的方式 维护和谐 为促进国家团结做出贡献 也正因为马华没有采取极端的立场 坚持为持有不同观点者 开启对话和讨论的大门 最终达成了共识 除了马华面对各种指责 魏家想说 就连国民阵线 在过去的执政期间 所推动的项目 也被标上损害国家利益 贪污腐败 和偷窃人民血汗钱的标签 但这些计划 最后却被继任政府继续推行 足以证明了这些项目 确实能够为国家和人民 最终达成了 此外,这名党领袖也在大会上强调 马华队重启消费税的立场 他说,目前人民必须承担销售与服务税 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包括物价上涨 而且事实也证明,消费税的制度 的确比销售与服务税来得更好 对此,他呼吁政府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应该恢复消费税,并加以改进和优化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